据新华社平壤4月4日店,记者江亚平、程大宇,中国驻朝鲜大使馆,4日上午在平壤的友谊塔,举行活动,祭奠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列,深切缅怀志愿军应列中魂。 中国驻朝鲜大使李进军,与使馆外交人员,朝鲜城市经营省副相崔成哲,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委员长,兼朝中有协委员长朴京日等朝方官员以及吕朝华侨,在朝中资机构,留学生和媒体代表等,向长眠于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列士进献花圈。 寄托埃斯,罗圣教练式的外甥女方立中,此次随中国湖南省寄扫志愿军应列代表团来到平壤。 他对记者说,他唯有这样的亲人,感到骄傲和自豪,希望下次带上自己的孩子,再来朝鲜祭奠新人,让下一代也能铭记先列的光辉世纪,不忘中朝有益。 习主席深刻指出,过不了网络观就过不了时代观,这一重要论断为政治工作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。 过好网络观,思想是关键。 当前,制约我军政治工作走进网络的最大障碍,恰恰是一些领导干部思想观念陈旧落后,突出表现为安全心结。 鸵鸟心态看客心理,过好网络观,必须首先过好这三道心理观。 一要打开安全心结,没有网络安全,就没有国家安全。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,无疑在一定程度上,增大了发生失泄密问题的风险。 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以安全之名,对网络一味进度呢?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 天下大势,浩浩荡荡,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。 当前,历史的车轮已经走进互联网时代,拒绝网络就是自绝于时代。 然而,随着军队智能手机的开进,有的单位却创造性的采取一些限制措施。 有的把微信、QQ、照相等软硬件卸掉。 配到官兵手上的,是没有智能的智能手机,诸如此类。 名义上是抓安全。 实则是一个帕子作祟。 没有绝绿科学的保密观。 从安全工作的本质看,部队安全稳定不是保出来、守出来的,而是主动抓出来的、积极塑造出来的。 面对网络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。 畏守畏伪,反倒是最不安全的。 被动防守消极无为肯定没有出路。 主动出击积极应对才能转危为安。 神夺时宜。 律病而动。 天下无不可为之事,我们只有打开落后保守的安全心结。 以开放的心态拥抱时代,才能跟上发展步伐。 才能打好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独动仗。 避免落后于时代,隔离于群众。 以致到头来什么事都干不成。 当年朝鲜战场的上干领战役敌我武器装备悬殊。 志愿军将士靠精神的力量坚守阵地。 如今面对网络上干领,我们不仅要寸步不让守阵地。 更要寸土必争打冲锋。 某部连对文化视窗系统,成为开展政治工作好帮手。 二是摒弃鸵鸟心态。 鸵鸟在遇到危险时,会把头埋入草堆或杀堆里。 以为自己眼睛看不见就是安全的。 人们把这种逃避现实,不敢面对问题的现象,称作鸵鸟心态。 一些单位和领导,对信息网络发展带来的机遇挑战视而不见,一味躲避。 不正是典型的鸵鸟心态吗? 之所以出现这种可笑的心态。 是因为面对新事物新挑战,最容易也最不负责任的办法,便是回避它,绕开它。 加之有的同志,过于爱惜自己的羽毛,出于不求柳公。 但求无过的心理,于是忽甘愿抱谈首缺。 得过且过,思想上的尖兵不破,网络正宫就无法突围。 在网络已成为影响官兵思想行为重要渠道,成为意识形态斗争主战场的今天。 用鸵鸟心态回避矛盾,只会制造更多矛盾。 用担当精神应对挑战,才有机会赢得挑战。 正如鸵鸟其实腿很长,奔跑得很快。 如果不把头埋藏起来坐以待毙,足可以躲避猛兽的攻击。 回观必是凭生死。 作为党员干部,绝不能像鸵鸟那样。 遇到新事物新问题,躲至畏恐不及。 必须敢于担当。 迎难而上。 不断强化机遇意识,阵地意识,责任意识。 主动学习网络,弄懂网络,运用网络。 趋利避害,唯我所用。 进而把网络正攻从辅助手段上升到重点抓手。 从业务工作上升到党委工程。 从少数人关注上升到全员使用。 使我均政治优势,在网络时代,不断发扬光大。 三是消除看客心理。 国人的看客心理由来已久。 面对革命先驱。 后知后觉或不知不觉的大多数人往往是冷漠的,旁观的乃至于是反对的。 鲁迅在许多作品中都对此有生动描述。 吃革命者的人血馒头,就是典型。 在网络时代,这种事不关你。 高高挂起。 明哲保身。 无为自安的看客心理仍很普遍。 据某高校调查。 高达80%的大学生,属于政治无立场群体。 热衷于当看客。 做墙头草,追求娱乐至上和精致利己。 当前社会上还有一些人在自己与网络之间,建一堵玻璃墙,隔着玻璃做看客。 对网络的迅猛发展和网上的舆论较量等待观望,作弊上观。 对扁损中华传统文化,否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,歪曲党和军队历史,丑化人民英雄的反动言论。 是非不变,麻木不仁。 网络的主体是群众,网络的价值在参与。 网络与情反映着正声民意。 习主席号召党员干部,要走好网络时代的群众路线。 如果我们对待网络,还是抱着一副事不关己的心态,袖手旁观做看客,则无异于鲁迅笔下看菜式口展人,而默然较好的围观群众。 作为党员干部,必须要有人民战争的思想,有天下兴亡匹夫有德的担当,有激励当即天下力的胸怀,敢于在网上主动发声,并动员发动广大群众,弘扬主旋律,传播正能量,努力赢得网上斗争主动权。 凡亦知道,与时协行,不愿顺应时事,只想置身事外,终将被信息时代的网络大潮吞没。 本文发于2017年1月,军队党的生活,信息时代。 新华社澳门3月18日电,方昭王晨熙解放军驻澳门部队,与澳门特区政府18日共同组织第19次公益献写活动。 120余名官兵,献血近5万毫升。 自驻澳门部队进驻以来,已有近1900人次,累计为澳门无偿献血近80万毫升。 驻澳门部队司令员徐良才,在献血仪式上表示,为澳门特区服务,为澳门同胞奉献,和中共计,守望相助。 这是驻军均坚持不渝的宗旨训守,也是驻军全体官兵的共同心愿。 驻军官兵始终视澳门驻地为故乡,把澳门同胞当亲人。 每年的无偿献血活动,广大官兵都踊跃报名,积极参加。 他表示,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际驻军进驻澳门20周年。 驻军将竭尽全力协助,和配合特区政府,完成好重大工作和任务,积极主动参与和开展各类社会公益活动。 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,为维护澳门长期繁荣稳定,做出新的贡献。 驻澳门部队通信执勤战旅兵李晶晶,今年1月进入澳门服役。 他说,走进军营是自己无悔的选择。 能在驻澳门部队服役建政特区的繁荣发展,更是自己无上的光荣。 参加无偿献血,是自己给澳门,给澳门同胞最诚挚的祝福。 据悉 请不吝点赞订阅